老師跟我們談一談宇宙塑膠人 这个几乎是唱垮了一个政权的乐团吗 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没有真的直接把政权唱垮 但是他们在政权垮了的过程里 出了一份力吧 应该可以这么说 这个团是这样 因为六八年的时候 捷克共产党曾经有一段比较开明的时期 所以捷克的青年文化蓬勃发展 言论尺度大开 但老大哥苏联不高兴 所以就把他们的领导人撤掉 然后派了坦克直接开到布拉格 这个我们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里面都知道的 所以在那之后 居然有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 他们要组摇滚乐团 而且他们取的团名是英文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他们用英文当团名 这个就违反规定 那个年代不行 而且英文是敏感的 是 那个时候西方摇滚乐唱片 在捷克是不能公开流通的 必须地下流传 不能公开演唱 是 更何况他们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对 而且那个年代 所有的乐团演出的器材 都是公家的财产 所以你每一个 比如说你的电吉他 你的音箱 你的键盘 都是要入账 登记 它是在 在那个公家财产的记录上都有的 你要是没有通过审查 这些器材你都不能用 是 所以他们只好自己拿那个报废的东西去拼装器材 一个好匪夷所思的情况 那他们就自己弄 那他们只不过是想弄摇滚乐而已 他们也没有真的要去唱反政府的革命歌曲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就是一群长发西匹 然后受到西方摇滚的影响 就要去弄一些稀奇古怪 歪清有巴的歌 但是因为捷克共产党真的太夸张了 发现你有一张这个摇滚乐的唱片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抓起来 然后你要是私自在户外办摇滚演出 没有经过送审 秘密警察就会跑去 然后把所有的观众都逮捕 然后把你们通通痛揍一顿 威胁你们学校不能再念 或者工作可能会丢掉 甚至有过那种演出场地 后来就被秘密警察一把火放火烧掉了 然后摇滚乐团团员呢 就一再被秘密警察骚扰 还逮捕入狱 用各种这样的扰乱安民的这种罪名 那是因为摇滚乐的集会的形势 还是因为摇滚乐本身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视他为洪水猛兽 用现在我们的观点去想 你稍微开放一点点 让大家有一点宣洩的出口 搞不好你这个政权还可以稳住一点 但没有他们用的是兼臂亲也的方式 在党报上面还写社论批判这些家伙 那到宇宙塑胶人后来有一次又 又被抓了被抓去关 舆论一般也都不会同情这些人 就觉得他们是 因为把他们视为 他们就是社会的毒瘤 又吸毒 又乱气八道是暴民 但是就有一群知识分子觉得 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我们就算不喜欢他们的音乐 我们也应该容许这个社会 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吧 所以有一群知识分子就为了救援 关在监狱里面的宇宙塑胶人就发起了连署 那其中有一个剧作家叫哈维尔 他之前就听了宇宙塑胶人的录音 那都是地下录音 都是用很简陋的器材录的 但是他听了很喜欢 他说虽然这些人头发这么长 样子这么糟糕 但是真理在他们这一边 他们只不过是唱歌 所以哈维尔变成了他们的乐迷 后来他们被关了 哈维尔就发起拯救他们救援的这种连署活动 结果意外地促成了 在布拉格之存之后 捷克知识分子的最大规模的串联 所以他们看名气可用 各方各派 你知道就算是反对势力 或者是这个在野势力 也会有很多的矛盾 内在矛盾 但透过这个事件 他们暂时捐弃成件 一致为救援这几个家伙 而集结在一起 后来这个就变成了再进一步 他们开始发起七七宪宪章 的一个连署活动 然后共产党看这下不行了 就把哈维尔抓起来 哈维尔就变成了 东欧最有名的政治犯 这样就一路连到后来 到了一九八九年 捷克共产党政权被 这个私戎革命推翻 哈维尔变成了捷克的 共产党下台之后的 第一任总统 然后 宇宙塑胶人的大粉丝 对 做了这件事 他就变成全世界最爱摇滚乐的 国家领导人了 我觉得这故事最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宇宙塑胶人从来不是一个要唱反动的革命的 暴民的歌的一个团 他们只是想透过音乐去活出自己的样子 对 所以有一个记者形容他们的状况 他说 他们并没有去反政府 他们并没有去反专制 他们或者要去对抗体制 他们没有 是 他们的样子是他们活得仿佛这个体制并不存在 就是我就根本假装你无视你的存在 对 那这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政治姿态 嗯 他不用在歌里面刻意去放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启发的 嗯 真的 一个几乎可以说要唱垮政权的一个团 对 这几年的一些社会状况 嗯 然后政治情势 所以我们也有了岛屿天光这首歌 也有了 有人去改编了悲惨事件 对 然后翻成中文 你敢有听到我们的歌 对 然后也翻成了粤语 对 嗯 我们来聊聊岛屿天光好不好 他其实还真的就是 为了这样子的声音而专程创作的一首歌 它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歌 嗯 热血澎湃的歌不容易写 我觉得《灭火器》从他们出道以来 特别让我佩服的地方 在于《灭火器》的旋律总是很漂亮 嗯 《灭火器》的旋律 其实不输给五月天最红的那些歌 嗯 你听《灭火器》最红的那些歌 旋律是很好听的 对 你用木吉他伴奏或用键盘去弹 它就变成一个芭拉歌哦 嗯 真的是这样 这么特别 对 但是因为《灭火器》是一个旁客团 所以它的那个热血的部分 对 会更强调出来 哦 然后这几个孩子都是高雄人 嗯 所以他们写台语歌 有一种那个土味 有一种在地的 很道地 那《岛屿天光》是因为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 曾经一晚占领行政院嘛 第二天被水炮车跟这个镇报警察的棍棒驱散 流血嘛 被强力驱离的那个玩意 对 那杨大正那天晚上就 他是流着眼泪把这个歌写出来的 就是当晚 对啊 就是那两天的时间 他把他写出来 写完了用最快的速度把团员全部抓来进录音室录音 录完之后就让北义大的同学 直接就用当时的新闻画面去剪成了一个MV丢到网路上面 所以整个事情非常快 几天之内这个歌就已经传唱了 那我觉得导雨天光在台湾的抗议歌曲历史上有蛮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它是一个战歌 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热血的快节奏的歌 其次它旋律很好听 它好记又好唱 它的副歌你听过一遍就甩不掉了 对 那个旋律真的很厉害 很朗朗上口 是 所以它是一个适于传唱的歌 然后在这么多年来 为了一个事件写出来的一首抗议歌曲 我当时雨天光我觉得它写得很聪明 它并没有直接去写出具体的事件 具体的人名 它的歌词里面 所以任何的场合 未来再发生类似的场合 这首歌都还是适用的 很适合 然后它甚至可以性别代换 这个主角不一定是男生或女生 是 因为它讲亲爱 对 可以是男朋友或女朋友 对 它对爸妈说 对亲爱的说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杨大正写这歌 他有想到这些 这是聪明的写法 那Bob Dylan当年写那些歌的时候也一样 虽然60年代美国的政治环境 有那么多的事件 它的歌没有写任何一件具体的 没有指涉谁 具体的名字 具体的事物 所以你在50年之后 再听这个歌都还是成立 某方面来说你也可以说这世界没什么改变 我觉得岛屿天光是这样的一首作品 它应该也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首在台湾传唱的这么广的 我想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这首歌现在根本连CD都还没发 对 我相信它已经是很多年轻人2014年的年度歌曲了 是 尤其是他那时候一丢上网络之后 那个影响力自强烈 是啊 马上几天之内 而且到处就会出现翻唱直径版 对 好多个版本 各种版本有电音的 有八位元电玩配乐的 军乐队的伴奏有的 小朋友演唱版 合唱团翻唱版 庞克摇滚版 各种各样的版本都冒出来 要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去促成社会的改变 写一首歌大概不会是你的选项 是去选议员吗 还是去当黑道 还是去做土制炸弹 还是去写书 但是一首歌有可能留下来的效能是持续最久的